1.大副退出普陀山战队 1107的第一剧剑要去哪 昨日,普陀山物理老板大副的号 突然间退出了夜夜声歌战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大副老板透露的消息 他已经退出了普陀山服战队 接下来会在区内随便玩一段时间 等员大唐号的装备解锁之后 会全部套到他1107总商的第一剧剑号上 加盟一支新的服战队 大副是一位非常低调的老板 他在2021年挺进了175天元组 花了两个月时间左右 就集齐了八只神马童子 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八郡图 地厅等其他服战宝宝 他也全部都有 大副老板这一次离开普陀山服战队 肯定会有不少服战豪门争相拉拢 大副老板对于服战成绩的要求 其实并不高 他希望加入的服战队 是自己经常能自由上号打PK的团队 大副老板摇107的第一剧剑号 最终会加盟哪支服战队 如风将为你持续跟进 二 二狗想当服战老板 要找波罗当指挥 紫禁城指挥二狗在主动停薪离职之后 近段时间居然爱上了直播 每天给观众们分析见会 寻求PK 同时聊一聊自己未来的打算 昨日 二狗在直播的过程中 与指挥阿西和自己的一位老朋友进行了连迈 回顾了前几年打服战的趣事 同时也聊到了自己未来的一些打算 二狗坦言做了这么多年的服战指挥 真的感觉累了 接下来他有了新的打算 就是投资打造一个服战号或者X9的群雄号 如果是打造服战号的话 二狗最想去的服务器是蝴蝶拳 甚至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做是卷土重来 同时他也想拉上风赏 周伯通这些故人一起玩 在指挥方面 他要找一位靠谱的老指挥 同时也是自己的老朋友 那就是菠萝 众所周知 二狗在去年就买下了2800多亿经验的空号 并且加入到了紫禁城服战队当中 成为了团队的女儿村 在服战圈莫爬滚打十多年 二狗在拿下大量服战冠军的同时 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如果他真的要打造服战号的话 是完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 小伙伴们 二狗作为指挥征战武神坛 或者是作为老板征战武神坛 你们更喜欢哪一样呢 谢谢大家